大家好,我是Aberdine Investment的Eric 講到抽息,投資者一般都會考慮用投資債券入面的債息來做被動收入 但在買入債券之後,獲得的債息是固定不變 亦都不會隨著通脹而有所增長 相反,根據往跡,我們見到環球股票的年度化股息增長達到3.4% 相比債券更能夠有效抵禦通脹 而一些優質的公司,無論在市場上升或跌都會持續排息 過去12個月,環球股票合共派出來的股息有超過1.3萬億美元 可見股息的規模非常龐大 除了收益,投資者也不應該忽略回報方面的重要性 過去10年,有超過7年,環球股票的表現都能夠跑贏投資級別債券和高收益債券 而對大部分市場來說,股息再投資佔總回報是超過50% 所以投資者不應該看少股息帶來的潛在匯報 特別在當下市場環境,市場預計減息時期即將來臨 相比債券,我們認為股票作為收益投資有三大優勢 第一,低利率可以令企業利息開支或借貸成本降低 從而令企業資產負債表有更多現金 有利公司作為派息用途 第二,股息和市場利率相關度低 以環球股市為例,自2006年以來的收益率一直維持在大約2-3%區間 而同期,美國聯邦儲備局的利率維持在大約0-5.5%的水平 可見兩者的相關性非常低 所以在利率向下調整的環境下 相比債券,我們認為派息股可以提供更高的收益率 或會吸引更多資金流入派息股的投資 第三,減息的時間通常都是經濟動力放慢的時間發生 股息向下降的幅度通常都是低於企業利潤向下降的幅度 因為公司的管理層很多時候都會用作股息 拿來對投資者作補償工具 或是向市場發放一些長期展望的訊號 所以公司一般對於調低派息都持一個比較謹慎的態度 就算下調股息,股息往往都在很短的時間內可以得而恢復 舉個例子,2019年新冠疫情的時間 很多公司都公佈了停止派息 但很快到2021年,環球股票派息金額已經重上到2019年的水平 總括來說,減息的時間 股息是一種比債息更穩定 亦具增長潛力的收益來源 都沒有創作人 還有千萬元的電子 感谢观看